歡迎大家臺灣 歡迎大家臺灣 名譽理事長 剛月長 理事長 審議長 各位天使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很辛苦 今天是禮拜六 一大早就從今天上來 我知道有請桃園的夥伴 請問你們是幾點上來的 幾點在桃園車站集合的 幾點 幾點 幾點鐘 你看 下個雨 然後呢 天氣微冷 精神可不可壓 大家鼓勵一下 謝謝 我姓趙 趙你們的趙 敏捷的名 我本身是從事心靈教育的工作 那這幾年呢 都是到處在各大的協會 還有機關團體 包括中華電系 我從事心靈教育的工作 那我教導民眾呢 怎麼從自己的情緒當中 去了解他跟身體的關係 請問這個重不重要 重要 對不對 那我跟理事長呢 第一次的結約是在半年多前 我們在一個心靈團體的當中 那理事長 他就是說 我跟他第一次見面 那他跟我講 他說 趙琳老師 你在從事心靈教育 請問你身邊你的學生 你的客戶群 流量什麼樣的客子 我就跟理事長講 我說 嗯 理事長 我覺得很多充實心靈教育工作的人 第一個呢 一定是心靈有傷口 他才會尋求解尿嗎 各位認同嗎 認同 很多人在心態上 他覺得 他覺得空虛 可能木質生活裡面呢 已經沒有辦法再滿足他了 所以他會尋求更高 一個心靈的一個 一個滋潤 所以我常常接觸到的是這個族群 那不能夠避免的呢 我常常會接觸到一些 在情感上受創的人 尤其是擔心的家族 那理事長一句話打動了我 他跟我說 我很希望透過一個好的理念 提供好的一個事業跟事業的機會 給這一些單親的弱勢家庭 那你有沒有心 我們共同來參與這個活動 各位 請問這句話動不動人 動人 動人 我常常在跟我的學生跟朋友講 一個人存在的價值 來自於什麼 來自你的存在 對別人的奉獻 各位認同嗎 因為我們主人自己要活得很好 在生活生存上 我們得到滿足以外 我們在靈異上 我們也得到很多一個提升 我覺得這是一個生而為人 你在一個照顧自己以外 你能夠對別人的奉獻 所以市長這句話呢 他感動了我 那也就這樣子跟協會 接下來我們有幾個經驗 那各位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今天將近兩百多個人 居在這裡 你們知道原因嗎 我們有幾個理念 第一個呢 現在的毒害也不嚴重 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對不對 每個人都說毒害很嚴重 但是呢 你知不知道毒在哪裡 知不知道 剛剛我們的秘書長就講嗎 有沒有跟你講 排毒從哪裡開始 口腔 請問口腔的毒有哪些呢 每天的刷牙 請問牙刀有沒有毒 有 順口水有沒有毒 有 有 你知不知道 我有一個 心理構對的團體 那個團隊 那我們的班長 秀容班長運在場 帶來給大家認識一下 看一下 他也是目前同一班 活動體驗的舞蹈長 那我們在賴上 我們帶了一個 一百多人的一個 心靈 一個成長的團體 那我帶他來 接觸這個 武漢朋友的課程以後 他跟我講一件事 讓我非常非常的 驚訝 他說 老師 我是學校的志工媽媽 學校的衛教安全 是家長的小學生 刷完牙以後呢 要用漱口水 口腔消毒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呢 如果不是在這邊上次堂課 我看完了細胞的活性檢測 我了解現在用的國際品牌是四級毒 他可以在十分鐘內殺掉 口腔百分之九十六的細胞 如果家長知道這個 真相 請問他還會不會用 請學生 請看孩子 用漱口水 漱口 會不會 會 但是你認為在場的人 如果你們沒有來上這個課 民眾知道嗎 不知道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今天呢 有一個兩大訴求 第一個訴求呢 我們希望透過大家的力量 大家的力量 跟大家的一個使命感 我們來簽署一個台灣的產品安全分級制 各位知道你們現在看到的所有產品 他只告訴你說SGS的認證 我裡面沒有西藥 我沒有化學 我沒有防腐劑 但是他沒有告訴你裡面有什麼 沒有什麼 對不對 但是你知不知道 細胞的活性檢測是怎麼檢測的嗎 剛剛有沒有提到 好 很簡單 當一個廠商他把他的產品拿到SGS 證證單位來做這個檢測的時候 你不用告訴我你的產品裡面有什麼 那小老鼠的細胞是跟人體最接近 對 那這個檢測呢 就是把小老鼠的細胞呢 放在加上泥 要檢測的產品 然後呢 加上去以後 十分鐘內觀察 這個小老鼠的細胞 他凋零的百分比 如果百分之三十以內的 是屬於無毒級的嘛 對不對 但是呢 從零級 一級 兩級 三級到四級 到四級的話就是等於 他可以在十分鐘內 殺死你 這個口腔的細胞 百分之九十以上 各位知不知道 現在為什麼口腔還這麼嚴重 如果你每天早晚刷牙 塑完口以後 你都用四級毒的口腔塑口水 來把你的口腔 殺掉百分之九十六 請問 可不可怕 可怕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一群 至公投入 你得到這樣的專業知識 然後去跟各大靈體結緣 把這樣子的一個 毒在哪裡的觀念 告訴所有的民眾的話 大家還是繼續在吸毒 雖然每個人都說吸毒很可怕 但是每天都早晚敢自毒 那在這邊我也特別要跟各位講 以後的牙膏我們不可能不用 但是我希望你們在用牙膏的時候呢 量少一點點 唯一米 一米地就夠了 我們盡量把這個毒害降到水底 那我常常在我的一個講座分享裡面 我會跟朋友講 就是說 各位你們覺得泡麵是不是很毒 剛剛有大象會長的提過對不對 大家覺得泡麵毒的原因是 因為泡麵裡面有防腐劑 但是各位知道嗎 一個預便當 當你在吃完一個預便當的時候 你等於是把二十包泡麵的防腐劑吃下肚 很可怕對不對 你如果你沒有看到這份資訊 你還是繼續在吃 因為現在所有的操商 都在衝刺在我們身邊 你不知道毒在哪裡 每個人都台湖色片 但是不知道毒在哪裡 需不需要有一群志工 來去推廣這樣的觀念 需要 我們現在就在做這件事 今天各位聚在這邊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呢 我們希望招募一群有理念 有共識的人 如果你覺得台灣的毒害很嚴重 我希望大家除了憤怒恐懼 罵罵以外 你能夠付出什麼樣的貢獻 這是你可以對你身邊的人 以及對你自己的貢獻 你投入到我們的志工團隊裡面來 我們給你非常完整的教育訓練 讓你得到協會這邊給你的一個正式講師認證 將來你就可以代表協會到各大機關 各大機關團體去教導民眾 毒在哪裡 請問這個工作神不神聖 神聖 真的非常神聖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聚會的第一個目標 是我們希望如果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介紹 你認同我們所做的工作 正統我們共同的使命 你們可以來加入成為我們的排毒天使 那這個排毒天使很簡單 每個人三百塊入會費成為邪門的會員 你這三百塊不是買東西 這邊要特別澄清 那是因為我們在教民眾排毒講座 口腔排毒的同時 我們常常遇到一個問題 趙老師你告訴我 漱口腔這麼毒 你還要這麼毒 那請問我可不可以不摔牙 可不可以不用漱口水 不行嘛對不對 不行 那所以說你不能只有破壞沒有建設 所以說呢我們會不會有一個 剛剛有沒有講雲端的商城 有沒有講到 雲端的商城有一個共同的理念是 所有擺在上面的東西 它不是完全無毒 而是透過無毒聯盟的把關以後 你所有異業各個好的東西 你要上這個平台 必須經過剛剛我所講的 細胞活性檢測 讓每一個在這個平台上 要買東西的人 他可以很清楚知道 他要買的東西 是在零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到底在哪一級 民眾有沒有知的權利 民眾有知的權利 在我們的細胞活性檢測 這是第一關 你要上一個無毒的聯盟平台 共同平台上面 廠商一定要提供獎的認證下來 所以說呢 在這邊買東西還不安全 還不安全 以後所代表我們協會出去到各大縣市 社區委員會 或者是企業團體辦講座的同時 當民眾問到你說 你告訴我那麼多毒 那我現在我要到哪裡去買一個安心的食品 你不用推銷產品 你也不用去拉人 因為我們不是傳直銷 你只要推薦他到無毒雲端平台 他可以買到一些透過我們法官的商品 請問棒不棒 棒 非常棒 所以說呢 從這裡面呢 在智業的傳承當中呢 當這位講師 去辦過一個一百年的講座 教導民眾說 讀在哪裡的同時 你同時也跟他推薦一個 這麼好的一個無毒的聯盟平台 連我們雲端平台同時 這些人會不會根本想要上去買東西 當他買了東西的時候 很自然而然的 會不會有弘利回饋到這個講師團隊 對 我現在已經在講一個行銷模式了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 那你這是不是傳直銷 你不願意不來 有沒有人 請問身邊的人有沒有碰到這樣的 有 沒有人舉手 好 那我現在必須跟各位澄清 請問 我們跟傳直銷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第一個 這個傳直銷如果你要加入 要不要買一袋你的貨 蹲在那邊 需不需要 我們從頭到尾 只因為你贊同協會的理念 你花了三百塊錢 你成為協會的會員 成為未來零端的平台的會員 你同時具備這兩個資格 那所以說你的三百塊錢呢 你在成為這次專案的會員同時 協會送給你 剛剛講的無毒的一個口箱漱口水 讓你回去體驗一個月 當你用了這個產品後 你覺得很舒服 跟房間所有的東西都感覺不一樣的時候 請問產品會不會說話 當產品說話 這一些會員實用的商品 你有沒有覺得很好 他會不會想買 沒有 是不是跟你買 不是喔 是你推薦他到協會的平台上去 他成為無毒雲端平台的一個雙層的會員後 他自動在那邊買 所以你並沒有賣產品 各位了解嗎 了解 很清楚對不對 好 那這個自然而然 你在分享當中 就創造一個利潤 直接回饋到你身上來 所以我們在找的 第一個是台獨的志工天使 第二個 如果你願意在這個專案當中 你願意去分享 你受到感動 你去找到很多的親友 你願意跟他講說 我所學到的台獨知識 我希望讓你們少受一些毒害 你能夠因為這樣的參與分享 你也願意花時間 在協會裡面 得到一個有計畫的栽品 拿到協會所付你的剛剛 巴拉巴拉拉一些講師證 你就可以代表協會 到各大機關去辦理講座 是不是你的團隊很自然而然 就在商場裡面 有建立一個自己的機制 請問這樣幫我辦 好 各位知不知道 我們最第一屆的講師培訓 是在什麼時候 22號 22號對不對 好 我這邊要講 就是說目前呢 我們除了積極的招募 就是招募一些 有共同營運的一個志工加入以外 我們也積極的在培育一些講師人才 包括將來要到對岸去的講師 那你們在這邊呢 我們會開一系列的講師培訓課 那這些包括最基礎的口腔排毒 呼吸排毒 到一個階段 你覺得心理排毒這台重不重要 重要 對 協會都可以給你們一個專業的認證 那你這些認證就是代表你的專業知識 那同樣的 你在這邊得到認證以後呢 協會的認證是一個對你的認同 也代表這是你願意投入付出 協會所給你的一個背景跟支持 那如果你在這邊呢 你希望得到更多的栽培 目前協會就我所知道的 已經有在跟香港的國際學院 也在談自然標榜的醫事人員 包括健康管理師的一個證照協談 所以在這邊呢 不只是各位 因為現在失業率非常高 如果在家呢 有一些小朋友 對於養生事業 他可以投入的話 請問在這邊會不會得到一個 有計畫的栽培 會 會 我早上才在跟我的一些朋友 在捷運上聊 我說現在的商機 有兩個角度 三個角度 一定要具備 你才能成為所謂的商業結構 第一個 你必須要有專業的技術 或是專利的產品 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但是當你拿到專業知識 專利產品 你會在想 這麼好的東西 有人知道 需不需要透露 需不需要通路 請問當你投入這個自業的時候 協會有沒有給你很好的背景 讓你去看過你自己的人際關係 因為你是一個排毒資源的分享者 當你把自己的專業知識 在這邊了成以後 你可以跟很多人解釋 各位認同嗎 認同 認同 所以在這邊呢 今天聚會在這裡 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一個就是排毒志工的招募 然後我們同時在有計畫的培訓 在這個團體裡面的專業講師團隊 下個禮拜六 我們有八個小時 第一屆的 六個小時嗎 六個小時的八個小時 對 等一個講師騰訓課 未來這個課程呢 一般民眾是4800塊 我們現在目前的幹部局 是只要800塊錢 包括講師的演練正費 那第二個 我們今天在這邊的一個目的呢 剛剛有沒有講到說 我們要發動50萬人的 產品安全分級制度的連署 有 有沒有講到 有 這是我們今天同居在這邊的 第二個重大的使命 請問50萬人 嚇不嚇人 嚇人 做得到嗎 可以 我相信 有理事長 執行長在 絕對做得到 因為我發覺 我們的執行長真的是金頭拿 所以給他鼓勵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要在快速的時間內 發動50萬人的影響力 來讓政府意識到 台灣產品安全分級制度的國際化很重要 需不需要人力 需要 但是立法的過程漫不漫長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要先點燃這個燈 知道說 我們已經開始在發動了 第二個呢 當政府還能有開始做的時候 請問我們的無毒傷者 有沒有已經開始做了 有 已經開始開跑了 所以說呢 如果以一個市場的商機來講 請問各位有沒有拿到先機 有 有 棒不棒 棒 那所以有棒的話 我常常在講 事業 自業 如何去把它兩全 那因為我這幾個 將近十年的時間 在從事心靈的教育 我接觸到很多有能力的人 他在人生遇到很多挫敗的時候 他就開始往外尋找答案 但是我常常跟我身邊的朋友 有分享 你的專注力在哪裡 你的能量就在哪裡 你的能量在哪裡 你生命的成就就在哪裡 那我發現到 很多在追求清零工作的人 他的生活的心靈品質非常高 但是呢 口袋都是空空的 各位認同嗎 認同 其實很多 對不對 那你如何在物質跟精神生活 能夠兩全 事業跟置業的結合做不重要 公益事業必須要養活自己的能力 同樣要投入的志工 要不要養活自己的能力 跟你一起有共同志願的人加入進來 你要不要養活他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業跟置業的結合 我常常在講 我的課堂上常常在講業這個字 業 有的人呢 第一種人把業解釋成什麼 他認為業這個東西呢 是一種障礙 所以呢 簡稱為業障 但這個是你在樹律論的人 那第二種人呢 會把業這個東西呢 當作什麼 課業 他認為所有來到的人生 我的人生機械裡面的 都是功課 在這個功課的背後 我有挑戰自我的一個契機在 這種人是比較樂觀處理者 那第三種人呢 當他走過這種悲觀 樂觀過程當中呢 他希望追求一種達觀的生活的時候呢 他會走到共業 什麼叫共業 我們今天距離在這裡 集體意識聚合下 請問我們是不是一個共業 對 共業就是 你走過悲觀 走過樂觀以後 你開始覺得你的心被柔軟了 你開始有那種感同 你深受了一個悲憶心 你希望你不好的人 別人不要有 你希望你好的跟別人分享 我們現在在找的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現在找的是有共業的一個 觀念的一個實力症 各位認同嗎 好 所以說我很開心我今天有這個機會站在這裡 那我本身呢 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一直是在大企業院上班 我在鼠里坦北醫院 我在體育企業 我待了十幾年 那也一直都是在從事行銷企劃的工作 我做教育訓練 我也做行銷的一個規劃 所以對行銷的思想我並不陌生 但是因為我後來生病以後 我開始意識到人生不是只有錢 數字還有就是一生的榮華 因為一個無常來什麼都沒有 那所以說我這十幾年來 我透過很多的學習我開始往內走 那我也體會到精神富裕的同時 口袋空空的那種窘迫感 那我覺得呢 在二十年後我走到這邊來 我覺得我很幸運 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團隊 然後我在這邊呢 我可以把我前半輩子 我所學到商業市場的東西呢 跟我們所謂自業市場的東西把它結合 我很開心能夠找到一群 共同有善念的人一起在這邊 除了可以成長自我 可以去做利他 也能夠達到自己的精彩的展現 所以下個禮拜六的課程 我希望各位今天在外面的服務諮詢台 就可以報名 最後呢我很開心在這邊 可以跟各位來結約 我叫趙明 趙子龍我趙明結了你 我老公今天有來 但是他不叫張無敬 那以後各位呢 在所謂的教育訓練上呢 我希望能夠有機會 跟各位可以多加交流 謝謝各位 好 我們今天謝謝大家老師 謝謝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請我們的專案的執行長 我們的劉執行長 為各位說明一下我們的理念 使命以及我們的事業 我們掌聲 我們歡迎